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来看佳人音乐,我是佳人 一直以来,顶楼的网红和歌手的差距都是一个争论点 这有想办法让他们唱同一首歌才能看出差距了 今天呢,我们就来找三首歌手和千万级别网红唱的同一首歌来分辨出个高低吧 第一首呢,肯定要这首杨宗伟唱火的《我想要》了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和树叶的花不到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窗想要透光的书房和少年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和树叶的花不到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想要现实的真相和爱的幻想 做成青春的放凉和气味的伤 我想要彩色的遗忘 和夜里的光顾着我坚强的遗忘 吹音少年莽撞 当所有人都听你开心 我却在心 《嘉宾》是一首一玄南京的歌曲 唱这首歌的人很多 真正唱出其中感情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这期视频里演唱这首歌的职业歌手是孙楠 唱功顶尖 高音质量也非常好 不过今天她的对手呢 可是足足两千多万粉丝的戴宇童 我们来看看她们两个能不能看出差距吧 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有情 来牵扯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谜 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 我是最终心祝福你 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 选择适配一下千里许 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 明谅见公认的女神 房东的猫和抖音女神戴宇童合唱的第一次 这首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小伙伴们 歌手和网红的差距你们觉得有还是没有呢 在评论区告诉家人你们的看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给一个免费的赞和免费的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